当当当当 我来到上海大师赛了 很多网友都问我说 上海的网球大师赛来不来 之前因为是在忙杭州亚运会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回来上海 就马不停停地赶来 其中网球场了 刚刚是领了媒体包 发的一些小礼品 有电脑包 保温杯 包括这一次比赛的手册介绍 都做得非常的精美 那今天晚上呢 我也是特地过来看 张智珍完成第二场比赛 那其实中央球场是需要领票的 光有这个媒体证还不够 你看10月10号 就今天领了票 我刚刚是领到最后一张票 哦 好惊险哦 接下来就赶紧去球场探访一下吧 跟我一起进来看看吧 Let's go 这次我看到了最萌网球的大哥和二哥 你能想象吗 竟然在网球的商店里面 买不到最萌网球 我当时在温网的时候 就被他给圈粉了 可惜买不到 这个要459 价格挺辣手 但是手感真的很好哦 想不想要 我觉得这个属于经典的上海大师赛的一个设计包 帽子都是这样的一个线条颜色配色 好看吗 对 帽子的款式还这么多 我在温网的时候 我就记得那个纪念品商店里面已经有很多帽子了 但是款式绝对比不上这边的数量 我看到了媒体包的同款电脑包 而且售价也是挺轻盈的 98块钱 我眼尖看到了费德勒的千铃 听说他周五也要来哦 你周五来不来呢 你们希望我来吗 嘿嘿嘿嘿嘿 请出中国人一首 我的上海叫张志正 张志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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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志正已经发挥得很好了 打得很好了 在对手发出那么强的情况下 能够达到一分那么接近 张志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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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走了三条路 都走了三条路了 一路全都是第一次在等 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人群在等待 有一小部分人呢 也在搭乘莫班车的公交车回上海体育馆 漫长的一天啊 今天张志正 今天张志正虽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很好的发挥出了几个水族 底风摇的很近 也期待他下一站日本之行 顺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